按下機器 濃郁香氣 撲筆而來 暖呼呼的咖啡端上桌 SOP步驟少不了 大學生即將開始放寒假 餐飲業是不少打工族的首選 像是飲料店或是餐飲類的 食宿還有就是可以比較好安排 因為像我就比較喜歡跟人互動 就我選餐飲業 就因為我以前也有做過像補教類的 但是我覺得 就比較封閉一點 以後內需爆發 餐飲服務業大缺工 人類銀行分析 寒假打工趨勢就發現 餐飲業的打工機會 每人平均17.6個最多 迎戰春節消費人潮 大型餐飲集團福利優渥 另外最搶手的則是評論寫手 2023年就累積超過1118次的應徵數 可以遠距或是在家兼職 符合年輕打工族 喜歡在網路上分享的特性 影音直播主要吸引觀眾目光 實在不容易 因此則是拿下最高薪打工冠軍 最高薪的影音直播 時薪上看603元 摘經濟當道 吸引打工族越越遇事 第二名則是補教業 時薪也有359元 醫護則是以實行281元緊追在後 餐飲它一定要很多時間才會有很多錢 那家教就可以比較 時間比較少這樣 自己有一些軟硬實力 甚至是症造阻症的話 都會成為自己就是爭取高薪的一個重點 趁著大學最常寒假 打工族充實自我 存下第一桶金 超行打工職業 想拿高薪也得有一把刷子 歡迎新聞王俊鴻 秋子凌 台北報導